凌晨2點多一讓皮卡猛力衝撞 民宅鐵門碰的一聲 發出巨大聲響 駕駛油門撞鐵門 一群人從旁邊竄出 大聲叫囂 要住戶出來輸贏 另外一個監視器拍下皮卡車撞門後 居然還倒車來回撞 六名男子下車持棒砸門 回到現場 民宅鐵門凹陷 客廳沙發歪了 玻璃碎滿地 徐姓男子不滿被住戶 圖姓男子在網路上開嗆 不滿被酸四海廚餘 開車撞門 但短短兩個小時就被逮到 高雄竊定這一間桌遊店 遭人雜電 開車 帶頭男子一聲令下 其他小弟開始雜電 狼頭怒砸玻璃門 衝到裡面後 一陣亂打亂砸 三名男子合力先掉撞球桌 還特地從台南料人到高雄怒砸 一度傳出是書錢不還 但警方調查是股東糾紛 多遊休閒館 在關店後遭多人回損 股東債務糾紛變成暴力砸電 網路開嗆開百萬皮卡車撞鐵門 陳兄鬥狠都得遭到法辦 記者高雄走步了 窗戶透出火光 屋內一名男子發出氣力慘叫 整整15秒 他全身著火被燒成火球 掙扎中甩著身體亂撞 屋內擺設破碎 不斷傳出碎裂聲響 附近鄰居嚇壞了 因為男子住家狂窜黑煙 火勢也越來越大 沒想到情侶吵架竟演變成縱火 時間回推幾分鐘前 當時一名黑衣女子 開著白色轎車到男子住處前 她情緒失控抓都抓不住 我不是不知道 開門 女子撞見男友帶小三回住處 她普通干戈 前來理論 女子更朝男友潑灑汽油 而男友衝進屋內將門繁鎖 沒想到女子一不做二不休 竟從後方扯到闖入 點燃打火機 害男友全身68%面積 受到燒燙傷 送一搶命 而男子母親也無辜受波及 遭玻璃割傷 那她要求女友去 去江湖站來購買相關的汽油 來給她填補一言不合 要求她的女朋友 在她身上潑灑 起底男子身份 她上個月12日才開著租車 撞死細品工程師 當下刁焉嚼檳榔 慘遭踏罰 而她事後還身影被拘提 最後30萬元交保 其實她是食品業小開二代 家中賣醋 沒想到撞死人後 又涉入感情糾紛 引發一連串公共危險 實在令人搖頭 記者陳廣賀網站台中洽訪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颱風 以及掌握突發 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 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滾滾沙石 遮蔽視線 不過幾秒鐘之前 還是一片藍天白雲 花蓮牆鎮發生瞬間天崩地裂 掀起漫天塵土 微柔沙塵抱鋪天蓋下 民眾嚇到盡頭都拿不穩 好可怕…怎麼又掉了 看著路面全坍塌 四周粉塵瀰漫 猶如灰色細血覆蓋 天地之間就只剩一種顏色 我的摩托也很厚 吃我的早餐 正準備到山岳村上班的途中 幾位員工早餐都沒來得及吃 連同機車就被吐石覆蓋 整條路全是霧茫茫一片 眼前蓮外道路被落石阻斷 第一時間受困山區 員工真的好崩潰 齒乎比電影場景還可怕 前面上去綁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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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綁這樣 我應該都在拍電影 不到十秒就是全暗了 幸運躲過死神召喚 這群人躲在小貨車間 細度過最慘烈山崩利裂 一小時惡夢 回想當時餘悸有存 都能以差不多一個小時左右 才慢慢散 不是很多石頭嗎 你就這樣爬 然後一邊爬 暴露全段一行人 只能跳入溪中 沿著利物溪谷冒險 涉水而行 徒步走出山區 這邊也跳了 走過來這邊了 通到那個明安橋 就發現真的不能爬了 因為整個就是垮掉了 帶我下去那個同事 說我們走水路好了 山芋村員工幸運截候餘山 但來到工作的地方 已經遭到巨石雜彙 防射全部東倒西彎 園區收復不至何時 重振災區更將會是 慢慢長路 記者熱教餘山行貴宣 歡迎採訪報導 我是陳居根 從採在風災的攤方斷橋 到衛星雲圖背後的天氣預報 棚內棚外的採訪播報經驗 持續衝擊火花 督促我報導真相 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